从淡水深坑到福龙 台中高雄到墾丁 或是东台湾的花莲 无论情侣家族或是朋友出游 都看得到单车影子 因为他们懂得用不同方式 享受小旅行 东北脚醉疗愈时刻 沿着福龙海边慢慢骑 海风徐徐带着咸味 沿洋高照混着汗味 这是悠哉的味道 瞬间回春莫过于此 只看风景 够吗 当地知名九孔养殖场的DIY游存 怎能错过 我们的一个活动的内容来讲的话 最主要就是说 当地的地形地貌介绍 然后九孔的一个生态介绍 然后九孔的喂养体验 那以及一些水中生物 九孔池中的水中生物的介绍 那当然最后的重头戏 就是我们会品尝 让游客自己DIY制造九孔 那整个游存的一个时间 大概是在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 途经卯澳渔港也被忘记驻足拍照 不疾不徐 双脚骑乘自行车 带着五感吸收大自然给予的最棒礼物 若是把芙蓉海选浴场当中祭典 欢迎加入每年夏天的热点 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 巨型沙雕出力搭配其他不同主题 除了吸引庞大人潮 同步宣告夏天开始 同大的国境自然 同样是海边 南台湾肯丁除了水上活动 路上骑乘自行车超自在 哇 今天天气超好的 厉害蓝天 指标性地点 俄乱比灯塔怎能不去一遭 蓝天白云搭上纯白灯塔 照片还不拍报 缓缓骑去龙仔腹草原 在草地远掉大海 用更幽灾的方式展开旅行 行进佳俄公路 或是拥有特殊地形的沙岛 依次感受南岛风情 往南一点 川帆是出力的海上 像是跟骑士说声嗨 记得住足休息才能骑更远的路 和闺蜜来场港都高雄的约会 不再局限网美下午茶 从芙蓉高雄店出发 来光荣码头骑车晒艳阳 才够青春 紧接着去金鱼提案 不用急 慢慢听自己的心跳 和闺蜜相视而笑 在骑去前阵之心 漫游造型大桥 用单车取代步行 随风摇曳到博厄艺术特区 感受不一样的高雄 别忘记 汉会移动的大港桥 合照一百张 才算有个完美句号 从南往北走 利宝乐园度假区 同样自行车友善 整个园区腹地广大 全对季节还能畅游入雨松 浪漫指数极速上升 想跟拉近跟对方的距离 记得骑去游赛花田 望游谷爽美景骑单车 毫无惬意 在安插镇南宫拜拜行程 品尝经典小吃霸玩 也是独测回忆 再去高美湿地迎接最美夕阳 悸病的风吹在脸上 让人直呼不想回家 北枝淡水从芙蓉鱼马店出发 第一站先到驴饭店最近的轻轨站 往超夯热点南海乔骑城 或者海风 不急不徐骑上海尾仔 观海秘境自行车道 仿佛把一切烦恼抛在脑后 留下的只有开心而已 毕竟骑自行车相当好体力 自行推荐福星阿嬷笋肉包 满满的馅料与汤汁吃饱再上路 还有下一关石闷洞 等你来挑战 如果想练腿力 继续往前滑十八王公庙前进吧 包准你骑的不要不要 下一站停留中角湾国际冲浪基地 感受夏天热力 品尝鲜草冰 把闪闪发亮的北海岸玩过一轮 透过自行车深度体验 西部都玩过一遭了 是不是少了什么 没错 东台湾花莲的自行车道 架设完善 距离芙荣花莲店一分钟车程 就有最美海滨自行车道 往四八高地前进 不仅有壮阔的太平洋海景 看不腻的月牙湾 再搭配海滨临间小径 独骑双人游各有不同滋味 想挑战腿不激励 要练就去泰鲁阁练 你会发现不管怎么骑 总被巨型岩壁包围 长春池 燕子口 自行车搭配美景 时间拉得再长再久 任谁都不喊累 踩点到日式风格浓厚的庆修院 稍多休息 拍美照吃小点 旅行就该如此享受 更别说到礼物坛难谈的经典打卡点 走到提岸远望湖水 即便下雨还是好浪漫 别忘记跟大家说 你是骑自行车过去的 快收下大家佩服的眼神 绕一圈台湾回到深坑 来老街吃吃喝喝 照样能骑自行车 环步旅行 欣赏台湾最美角落 同时找回最单纯的自己 2021自行车旅游年 或许带有这层意义吧 台湾最美的地方就有芙蓉 旗舰分店串联 台北二管 淡水里马店 芙蓉店 利宝芙蓉店 高雄店 墾丁店 以及花莲店 改造饭店设施 架设专属check-in柜台 单车友善设施 自行车主题房 单车驿站 以及专属洗车区 停车区 无论您是专业骑士 比赛选手 还是想用自行车 漫游景点的闺蜜们 家族们 芙蓉这期间分店 都能满足您的需求 期盼透过友善设施 带动不一样的深度旅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